香气采集者 作者 多米尼克·侯柯 译者 韩淑妍 朗读者 郭宇曼 出版 积木文化 蓝色甘草 上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我从小就认识薰衣草 然而 这么好的气味 我从未闻过 在那一 和玻璃建造 铺着厚厚地毯的办公室里 调香师法布里斯正细细评估 他手中拿着细长的试香纸 末端进入一小瓶精油 他将试香纸在鼻下缓缓来回移动 放下后又拿起 不发抑郁 是香纸 好比小瓶子 和鼻子之间的桥梁 是调香师的基本工具 也是抹上肌肤 绣纹之前的第一步 我观察他 对我刚带来的新样品 聚精会神的模样 生长于格拉斯的法布里斯 是著名调香师 也是天然原料的专家 经常在巴黎 和心爱的家乡两地奔波 他的个性腼腆 因此不多化 但是淡蓝色的眼珠 总会在遇见新香气的惊喜时 发出光芒 在纳伊 他隶属于我们公司的高级香水开发团队 在格拉斯 他则要评估 进入我们实验室的新香调 无论是新的植物 或是新的萃取法 法布里斯就是一切构思的嗅觉鉴定人 在我眼前 他的桌上满是小玻璃瓶 每天由机器称重 混合数十款实验品 调配他无数进行中的专案 无论单独或是团队工作 调香师总是同时研发多款香水 他们必须回应 Brief 也就是香氛品牌 为接下来准备发行的香水的提案 调香师的配方结构繁复 巧妙结合数十种天然或合成的成分 每一种成分 以化学和香气划分 坐落在气味轮上 必须随着季节变化 遵循调香师牢记心底的特定香调 原料品质可能产生的差异 绝对不能使某份配方的设计失衡 这也常常令我的供应工作更加棘手 对天然原料的买家而言 无论气候是好是坏 品质和稳定度 绝对是两大必要原则 调香师在客户要求下 必须多次修改最初的提案想法 最后才能争取到案子 挫折和失望是他们的日常 至少与杂志和大众 家族在调香师头衔上的光环 不相上下 法布里斯、Weditypic、Hemini Songs 或Lacisson Parfuma等 高级香水品牌创作而闻名 他发挥巧妙 结合天然香料的天分 使他在Bago Haban Jean Borde Gaudière 或Azaho等品牌中 也广受欢迎 在感知体验方面 他会我良多 我没有真正的学徒经验 即使在这个行业中打滚多年 感知对我而言 始终有点虚幻又难以捉摸 不过 我还是有点基本概念的 在田野和工坊中 感受某种花朵香气 是偏绿色还是甜美香调 在新鲜精油中辨认出沸腾的气息 熟悉偏联想性的字汇 而非仅停留在字面上的描述 人们会使用金属 辅植质 雨水 刚割下的牧草 触蓝 有咸味的皮肤 崭新皮革 等等的名词来形容气味 法布里斯传授给我一份珍贵的知识 让我能够带着上山下海 这天 他和我聊到薰衣草 这种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花朵 却总令人不禁想要重新认识 普罗旺斯的七月艳阳下 薰衣草散发的香气 或许是大家最熟悉 最易感受的 让人想到夏天 衣橱 清新的淡香水 薰衣草 是法国人最喜爱的气味 是普罗旺斯的象征 南法和地中海的香气 在耀眼夺目的广阔蓝天下 花田的色彩变幻不定 并非真正的蓝 也不是真正的紫 而是随着一天当中 不同时刻的方位和阳光 以及花田的面积 不断细微的变化 现在 世界各地皆有种植 然而这片土地 才是薰衣草真正的 深深扎根之处 即使物患心仪 薰衣草 仍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法国香氛农产 深受众人喜爱 人人都认得出薰衣草的气味 法布里斯提到 这些碎状花朵时 双眼闪耀的光芒 和普罗旺斯口音 让我想到 上普罗旺斯的天空 美丽的薰衣草的香气 清新明亮 充满生命力 散发白色之品 带有的洁净 和阳光气味 我们俩都知道 如今 保加利亚成为香水产业的 薰衣草精油 供应巨头 导致法国产量下滑 对普罗旺斯之子而言 是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 我常常收到 保加利亚的产品 不过大部分的气味 都很单调 带有迅菇气息 接近霍克福乳酪 今天你带来 给我的薰衣草气味 明确又高雅 这份样品 是哪里来的 于是我如实告诉他 普罗旺斯的生产者 如何不计代价 挽救受国外低价竞争者 威胁的法国薰衣草 以及我与杰侯姆的相遇 杰侯姆 从三年前 开始栽种一款全新杂交种 并且满心期待地问我 是否能将它的样品 推荐给我们的调香师 法布里斯非常喜欢 太好了 我很想瞧瞧这个新品种 当下我们就决定 一起南下 前往马诺斯克 参观杰侯姆的薰衣草田 在放满知名作品的层架上 法布里斯在瓶瓶罐罐旁 放了几张格拉斯采摘茉莉 碗香玉 和玫瑰的老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 是双轮马车上的 老式薰衣草蒸溜壶 这位调香师之子 自认识这份历史悠久的传承者 与重要的一份子 身处巴黎的法布里斯 多少感觉遭到放逐 身为普罗旺斯之子 对我而言 前往马诺斯克 仿佛重温海提时代 在南法的假期回忆 房子中 所有橱柜 都是薰衣草的香气 我的祖母 在迪涅读小学 经历了二十世纪初 薰衣草经由的全盛时期 只要说其往事 它就会冒出普罗旺斯口音 薰衣草在它口中 有如复活节的橄榄枝 或糖渍水果 1914年大战前 上完伦理课后 当地小学的教师 总会要求孩子们 帮忙父母 种植薰衣草 小小的家族使命 其实是为了 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 当然 马诺斯克也是伟大作家 上纪沃诺的天地 他在普罗旺斯这一本书中 描写真正薰衣草 来自驴尔山山路的高地 是上普罗旺斯的灵魂 旧城区 位于阿尔卑斯山 和普罗旺斯之间 就在放牧绵羊 布满石块 强风吹拂的贫瘠之地 二十世纪开始的数十年间 薰衣草养活了整个省份 迪涅和马诺斯克 充满耕地与蒸柳湖 也是经由交易市场的天下 基沃诺写道 采收时期的夜晚 香气弥漫 遍地收割的花朵 就是夕阳的颜色 装设在铜罐旁的 简陋蒸柳湖 在夜间吐着红色火焰 不过薰衣草蒸柳的历史 更加久远 古代时 这些地区的牧羊家庭 已开始用镰刀 在普罗旺斯的野生原地 贝亚斯耶赫 采收山腰上 一望无际的野生薰衣草 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蒸柳湖 可追溯至十七世纪 1850年起 薰衣草经由的需求量大增 蒸柳法因此转变并推广开来 移动式传统单壶蒸柳器 取代了田边的简易小型蒸柳湖 跑遍乡间的每一个村庄 受农人所托 蒸柳他们带来的成捆花束 这些传统蒸柳湖 是普罗旺斯省份生活中的一部分 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 由驢子托拉 配备铜制大槽的两轮马车 逐渐被卡车取代 然而功能是不变的 1890年左右 开始大面积种植薰衣草 是为了产业需求 而做出的必要回应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造成山区人口死伤惨重 野生采集者 不敌这项转变 我祖母的弟弟朱丽安 于1915年死于索姆河战役 年仅20岁 祖母绝口不提此事 宁愿聊聊和薰衣草 有关的回忆就好 由于人工种植 带着碎壮小花的薰衣草 渐渐离开山区 香气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做出来的精油 失去了少许灵魂 也可以发现它们的气味 没有那么细致了 这就是广受欢迎的代价 在薰衣草经历一百年间 与格拉斯香水业 崛起的紧密连结后 该城镇的创业家们 与其香水品牌大获成功 这与薰衣草的心盛 密不可分 1920到30年代 是薰衣草的巅峰 是格拉斯 也是天然原料的黄金年代 知名品牌 Louchemel Lotier Shehi 直到60年代为止 都参与了格拉斯的历史 为了巩固对精油的需求 所有品牌 皆在上普罗旺斯建立蒸馏厂 薰衣草 因此使格拉斯 成为世界香水的首都 法布里斯 和我抵达马诺斯克后 我们首先到了瓦朗索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片广大的台地 仅是一片碎石地 偶有橡树和松树林 绵羊放牧地 并种植扁桃树 二月花季时 台地上的扁桃树 每不生收 不过 每三年总会有一年 它们的收成会毁于冰霜 扁桃 过去是价格低廉的农产 我的祖母回忆 受雇敲开裹盒的女人们 会收集工作的副产品 也就是碎裹盒 用来取暖 这些扁桃人 主要供应牛亚糖制造商 我和祖父母前往南法 在蒙特利马购买牛亚糖时 总会想到这些女工 二战前夕 当地少数几位 有先见知名的人 想到在台地上耕作的计划 据说 1938年 瓦朗索尔引进的拖拉基 可是开法国农业先河呢 1950年起 人们在这片平坦荒芜的腹地上 看见大规模种植薰衣草 和小麦的机会 不出几年 扁桃树被拔光 数千公顷的土地清除碎石 瓦朗索尔从此被无边无际 飘散香气的田园覆盖 半个世纪后 大多数访客似乎没有发现 一切都变了 瓦朗索尔明信片中 象征性的薰衣草田园 现在已改种醒目薰衣草 真是出乎意料 醒目薰衣草 是薰衣草的近青 为两个薰衣草品种的杂交 产量更大 也较奈病虫害 70年代起便征服台地 占地为王 其精油价格 较薰衣草便宜 即便明显带有张脑气息 仍然在业界成为极具优势的天然原料 醒目薰衣草 应用在各式与香氛有关的产品上 像是去污剂 洗衣经和洗发经 薰衣草和醒目薰衣草的名字 因为错误而被混为一坛 并且刻意维持这样的错误 以免让观光客失望 两种植物极为相似 必须有点惊艳的人才能辨别 薰衣草的精比较短 颜色偏蓝 拥有傲人的历史 和细致优雅的气味 而醒目薰衣草 则是工业美妆产业 不可或缺的原料 如今 本地所见绝大多数的栽种 和装饰都是由这个品种完成的 想要找到真正的薰衣草 就要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 到薰衣草的发源地 在迪朗斯河谷 和维尔东峡谷之间 每年七月 数千公顷的土地 开满薰衣草花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梦幻奇境 无垠的浓烈色彩 蜿蜒起伏的淡紫色和紫色 延伸至地平线尽头 与蔚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七月中 醒目薰衣草田采收时 人们日以继夜的工作 拖垃圾开进淡蓝紫汪洋的壮观景象 留下一道道修剪过的淡绿色草树 收成的花朵 直接吹进稍后充当蒸馏湖的集货柜 并在不远处街上蒸汽 进行蒸馏 缓缓穿过这片壮阔的色彩 法布里斯和我 由一条橡树林间的蜿蜒小路爬上台地 直到望图山和巴农之间 抵达杰侯姆的农场 这里 由于海拔的限制 远高于醒目薰衣草的地盘 普罗旺斯薰衣草得以继续存在 杰侯姆是农家子弟 他非常开心 能在他家田园收成期间的 七月早晨接待我们 杰侯姆的薰衣草田 有如一条条饱和的蓝紫色缎带 在金黄色和白色相间的碎石层上 铺展开来 蜜蜂嗡嗡作响 作物占领整片古地 还能看见宏伟的望图山绝景 一阵清风 送来正在地势较低处工作的 采收女工的声响 法布里斯和我相视片刻 共享这份无比宁静的感受 我知道 这种植物曾经代表这里的人 大家常常忘了这一点 杰侯姆对我们说 身为格拉斯之子的法布里斯点点头 这位年轻男子选择继续种植薰衣草 深信市场能够分辨这种精油 优于保加利亚的产品 法布里斯的造访 对他而言别具异议 他通过有机认证的过程 并以高品质和奢侈品为卖点 刚刚才投资一间新的蒸馏厂 他以多样化的产品作为赌注 像是鼠尾草 百里香 永生花 尤其是特选高级薰衣草 近三年来 它是种植新品种的先驱之一 也就是我在巴黎 拿给法布里斯的样品 是眼前这位自豪的精油农场主人 为我们展示的珍宝 杰侯姆的产品 是我们公司专属的 它的投资和责善固执 正在得到回报 在农场上方 我们沿着棱线行走 田园一世独立 有点隐秘 视野开阔 渴望见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我贪婪地将一切景色 尽收眼底 我们看见它的地块 二十道花田绵延在山坡上 迷人的蓝色几何 在远方谷地 一片单调的绿色农田中 尤其耀眼 薰衣草几乎成熟了 杰侯姆搓柔绣纹碎壮花朵 一边说道 纯粹负深度的气味 毫无张脑气息 杰侯姆审慎地说 你的薰衣草 散发山峰的气味 这就是特别之处 调香师在一列列薰衣草间 大步走来走去 独特的蓝色眼睛 已经飘向阿尔卑斯山 它完全沉浸在薰衣草的世界 它的鼻子正在心思切换至创作模式 薰衣草在香水产业中 已经不流行了 不过 这个香气 能够重现精油真正的细腻度 法布里斯想到 可以将薰衣草 运用在某个案子的后卫 杰侯姆隐藏不住接待调香师 想像心血结晶 装进某个品牌香水瓶中的喜悦之情 现在就剩下分量的问题了 杰侯姆 能够制造出足够的产量 用于新款香水配方吗 这两位充满热情的普罗旺斯人 彼此的文化是如此的接近 对话的与会超越时间 采收者和调香师之间 真真切切存在着默契 在巴黎 一幅广告正火热宣传 法布里斯为品牌Azaho 创作的最新款香水 但是在这里 他悠悠在薰衣草丛间 专注 令决心在田野之美中 找到新点子的关键 远离人人知晓其名气的香水圈 他仍然继续 和杰侯姆谱写上普罗旺斯的悠久香气史 身为农场主人 和调香师之间的百度人 或许 这就是我努力的真正意义 我甚至不敢以这份职业自居 旺季时 风群彩蜜的声音 相当喧闹 在身旁的独特美景环绕下 法布里斯渐渐藏不住情绪了 在这片山区 耕作者也是风景的制造者 法布里斯如此向我们解释 有了薰衣草 橡树林和风香 他梦想回复一百年前 这片土地的样貌 也许还要拯救整个产业的传承 色彩与气味 风送来静谧的高海拔交响曲 在祖父的土地上 杰侯姆并不允许自己成眠过去 在他检视预期的收成后 我们在农场里交谈数小时 我会买下他所有的产品 几个月后 他的薰衣草 在法布里斯 为Latexon Parfuma设计的 精彩新作品中成为主角 从Bucolic de Provence香水中 法布里斯告诉我 他试图营造普罗旺斯的风景印象 而杰侯姆的薰衣草 为他带来灵感和火花 在山区顽强抵抗的薰衣草 在台地上蓬勃生长的醒目薰衣草 往昔上普罗旺斯的碎状小花 如今分别走上不同的命运 那天近晚时分 我们再度穿越台地 经过瓦朗索尔小镇后 数量观光巴士 在人行道旁停靠 二十对身穿结婚礼服的男女 走下游览车 踏进超现实的欢宴 中国女人身披白纱 手持扬伞 笑着走进淡紫色花朵的行列间 手上还拿着手机拍照 几年前 中国电视剧 又见一连幽梦的男女主角 在普罗旺斯晚婚 一共有两亿的观众收看 今天 中国观光客前来体验真正的醒目薰衣草田园 他们自拍 采集花束 在蓝紫色碎状小花的背景前微笑 醒目薰衣草 成为上普罗旺斯的现代农业象征 如今也敞开双倍 在白色和淡紫色难以置信的组合中 迎接现代观光浪潮 隔天 我们回到吉侯姆的农场 和他一起沿着橡树林散步 我的脑海中浮现着 《种树的男人》这一本书 这是上纪沃诺 在1913年动笔的短篇小说 平铺植树的描写海拔较高处的 单调荒芜之地 只有野生薰衣草在这里生长 一位牧羊人走遍这片土地 口袋装满巷石 利用金属杆充当拐杖 这个男人在这些荒地上独自播种 吉沃诺描述最后成就的森林 也是这块土地变化的起源 从蓝色薰衣草到淡紫色醒目薰衣草 扁桃树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观光客越来越多 这个地区往后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闯入这片高地 有助于相信纪沃诺的字字句句 以及他对这个地区的远见 这里对观光游览车而言 有点太高 无法抵达 有了橡树林和薰衣草 杰侯母就是这份历史的继承者 虽然它生产的精油不再是野生的 不过制作出来的香水 仍然独一无二 薰衣草长在树林旁 适得其所 这里正是大步走遍荒地的 纪沃诺梦想中的愿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